娱乐最早看 天天都要看 王思聪作为一位高调的富二代 回国之后就拿首富老爹的五个亿去投资 往后女友换了一波又一波 娱乐圈的明星也喷了一波又一波 高调的作风让他出尽风头 临近夏天的尾声 王思聪现身三亚不敢豪气本色 坐着游艇出海 乃何天公不作美 一个大浪翻来 国民老公瞬间成了水里边 幸好被人救了上来 不过王思聪也是够狼狈的呀 两个人架着他上岸 看来真的是惊提力尽了 上岸后的他拿着毛巾擦拭身体 不过海边明明都有 请勿下海的告示牌 王思聪直接忽略了 不过旁边美女伺候 王思聪这架势可是不容小觑呀 有惊无险一次之后 不知还会有下次吗 毕竟首富几百亿的家当 还在等着他呢 娱乐最早看 天天都要看 再一次我的工资就可以涨一分钱 一分钱啊 各位大佬们 祝你们天天